Hello 我是Carol 今天我試什麼食物呢 今天我試試雲南石鑊魚 雲南石鑊魚是吃什麼的呢 稍後看看 這間店不是新開張的 其實開了好幾年 不過經過經過 我都覺得很有趣 看到每個桌子都有一張帽子 有些蒸氣彈出來 但是沒有機會試 這次是第一次進來的 每一台都好像有個爐 跟著有一個用藤漬的帽子 就是用來做石鑊魚 餐牌上面 都選擇有點像打火鍋的感覺 但是 問了適應 都推介了他們最招牌的石鑊魚 我們都叫了 店裡有魚缸 養著魚的 其實餐牌上面只有兩種魚的選擇 就是青斑和鮮 但是今天就沒有鮮 我們就吃青斑 青斑今天都比較大條 他就說平日都有些磅 今天最小都兩磅半 今天就幫我選了一條是兩磅四的 他也會給我們看看那條魚 他們就會去處理 首先 適應就會開爐 跟著呢 就等一些蒸氣 抹感一些蒸氣 他們就會直接放魚進去 把魚切開了 即開了邊 放了進去 跟著就會加了一些上湯 另外他還加了些薑 蔥 杞子 原肉 還有紅棗 他就會蓋上蓋子 他就會在這裡煮 他就會調一個時鐘 大概約5分鐘就可以吃了 其實他開了這個爐的時候 都很大聲的 而且不停有蒸氣蒸出來 你看看那些蒸氣真的很誇張 我順便用來蒸一下麵 鬧鐘響了就可以吃了 哇 魚湯已經變成奶白色了 還有滾著很香 那我馬上試一下 當然就舀些魚肉 又舀些魚湯試一下 舀的時候 覺得魚一定是熟了 我反而擔心它會不會太老 因為魚一過熟就不好吃了 先試一下魚湯 魚湯 魚湯很熱 真的要小心點喝 很清甜 魚味很重 而且也吃到一些杞子和薑的味道 至於魚肉方面 我覺得因為切開了 魚都很容易拿肉出來吃 試了魚肉 我覺得也很滑 沒有過熟 好吃 除了魚之外 我們也叫了豆腐牛肉和西洋菜 吃完之後 你就跟它說 它會幫你在鍋裡加一點水 就會加上你自己選的配料 譬如我們有豆腐牛肉 牛肉一般我覺得它不夠肥 我們香港人也是喜歡吃肥牛 還有西洋菜 蓋上蓋上蓋子 再煮 有些蔥 芫荽 醬油 你可以自己在櫃桌拿 很快 又是幾分鐘 西洋菜 牛肉 都煮好了 當然 先試一下 熱辣辣 看樣子好像挺好吃 牛肉 牛肉很一般 西洋菜 豆腐 都可以 這種吃 就像我們打火鍋的感覺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吃魚 所以我覺得石窩魚都很好吃 而且整個過程都很好玩 它又不停會放些東西進去 然後又等石窩熱 又有些煙出來 挺好玩 我也覺得我下次會再來 還有我下次就想試一下 石窩魚加雞的效果又如何 你有興趣都記得來試一下 還有都不要忘記訂閱和like我 Thank you